口腔癌的早期症状呢 有时候是不明显的 患者可能就表现为一个小的溃疡 仅仅可能表现为疼痛 它的早期我们是逐渐要给予严重的关注的 如果出现呢 口腔内经久不遇的溃疡 原来有粘膜疾病的时候 在粘膜上和粘膜疾病上 革病了溃烂 然后呢 质地变硬 另外的话呢 我们所说的粘膜的白斑 如果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粗糙感 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要高度的关注 随着口腔癌的发生的话呢 早期有的比较严重的部位的 也可以出现呢 张口受陷 以及呢 言语的障碍 像舌部的癌状 它可以引起 早期就可以出现语言的障碍 像烟部的种物 可以早期出现一些 的障碍 的障碍 是 的障碍 的障碍 是 的障碍 的障碍